第二章 圣婴降生 以下是耶稣基督降生的经过 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和约瑟订了婚 还没有成亲就从圣灵毁了孕 约瑟为人正义 不愿公开地使他难堪 便决定暗中和他解除婚约 约瑟正在考虑这事的时候 主差了一位天使在梦中向他显现 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 把玛利亚娶过来 因为他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 他将生一个儿子 你要给这个孩子起名叫耶稣 因为他要把自己的子民从罪恶中救出来 约瑟醒来就遵从天使的吩咐和玛利亚结婚 只是在他生下孩子之前没有与他同房 西律王在位时 凯撒亚古士都搬下御址 命罗马帝国的百姓都办理户口登记 这是第一次的户口登记 正值居里纽任叙利亚总督 大家都回到本乡办理登记 约瑟因为是大卫家族的人 就从加利利省的纳萨勒镇 赶到犹太省大卫的故乡伯利恒城 要和未婚妻玛利亚一起登记 当时玛利亚怀着身孕 他们抵达伯利恒城时 玛利亚的产期到了 便生下一个儿子 他用不把孩子裹好 安放在马槽里 因为旅店已经刻满了 就这样 耶稣降生在犹太省伯利恒城 当晚伯利恒郊外 有一群牧羊人正在看守羊群 忽然天使向他们显现 并由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 他们非常害怕 天使对他们说 不要怕 听着 我告诉你们一个有关全人类的大喜俊 今天 在大卫的城里 救助为你们降生了 他就是主基督 你们将看见一个婴孩 包着布 躺在马槽里 这就是给你们的标记 忽然 有一大队天君出现 和那天使一同赞美上帝说 愿荣耀归于至高的上帝 愿平安 临到地上 他所喜悦的人 天使天君离开他们 升回天上之后 牧羊人便商议说 我们现在去伯利恒 查看一下主刚才告诉我们的那件事吧 他们就连忙进城 找到了玛利亚和约瑟 以及躺在马槽里的婴孩 看见之后 就把天使告诉他们 有关这婴孩的事传开了 听见的人都感到惊讶 玛利亚把这些事牢记在心里 反复思想 牧羊人在归途中 不断地称颂上帝 因为他们的所见所闻 跟天使告诉他们的一样 这件事应验了主 借着先知所说的话 将有童女怀孕 世人要尊称他生的儿子为 以马内利 照人的看法 耶稣是约瑟的儿子 约瑟是大魏的后裔 所以耶稣基督是亚伯拉罕的后代 大魏的子孙 婴孩第八天接受了割礼 约瑟给他起名叫耶稣 这个名字是玛利亚怀孕前天使起的 按照摩西律法规定的 节庆期满后 约瑟和玛利亚把婴孩 带到耶路撒冷去献给主 因为主的律法规定 必须把投生的男孩 分别出来献给主 他们又按照主的律法 献上一对斑鸠或两只雏鸽 在耶路撒冷城里 有一位公义敬前被圣灵充满的人 名叫西面 他一直期待着以色列的安慰者到来 圣灵曾向他启示 他去世前必能亲眼看见主所立的基督 一天他受圣灵感动进入圣殿 约瑟和玛利亚抱着婴孩耶稣进来 要依照律法的规定为他行奉献礼 西面看见就把耶稣抱过来 称颂上帝说 主啊 现在你的话已经成就 可以让你的仆人安然离世了 因为我已亲眼看到 你为万民所预备的救恩 这救恩是歧视外族人的光 也是你子民以色列的荣耀 耶稣和玛利亚听见这番话 感到非常稀奇 西面给他们祝福后 就对孩子的母亲玛利亚说 看啊 这孩子必使以色列中许多人跌倒 许多人兴起 并将成为众人攻击的对象 好叫许多人的心思意念暴露出来 你自己则会心如刀割 亚瑟支派中有一位八十四岁高龄的女仙芝 名叫亚拿 她是法内利的女儿 婚后七年便开始守寡 以后一直住在圣殿里日夜侍奉上帝 常常进食祷告 正在那时 她也前来感谢上帝 并把耶稣的事报告给耶路撒冷所有盼望救赎的人 约瑟和玛利亚办完了律法规定的一切事之后 就回到他们的家乡 加利利省的纳赛勒镇 耶稣降生在犹太省伯利恒城后 有几位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 四处打听到 那生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 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 特来朝拜他 西律王和全城的人听见了 都感到不安 西律王就召来了祭司长和民间的律法教师 问他们 基督应该降生在哪里 他们回答说 在犹太省的伯利恒城 因为先知这样记载 犹大地区的伯利恒啊 你在犹大各城中并不是最小的 因为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 牧养我民以色列 于是西律王暗中召见那几位博士 仔细查问那星出现的准确时间 然后打发他们到伯利恒去 吩咐他们 你们去仔细寻访那个小孩 找到了 就回来报信 我也好去朝拜他 博士们听了王的吩咐就去了 忽然 那颗曾在东方出现的星星又出现在他们的前面 他们看见那颗星自然喜出望外 那颗星引领他们一直来到小孩耶稣所在的地方 便停了下来 他们进了屋子 看见耶稣和他母亲玛利亚 就伏伏在地上拜他 并打开成宝物的盒子 献上黄金 乳香 和默药 夜里他们在梦中得到上帝的指示不可回到西律王那里 便改道返回了家乡 博士们离开之后 天使在梦中向约瑟显现 说 起来 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逃往埃及 住在那里 等候我的通知 因为西律王要寻找这孩子 并要杀害他 于是 约瑟起来带着孩子和他母亲连夜逃往埃及 并在那里一直住到西律王死了 这就应验了主借着先知所说的预言 我从埃及 找我的儿子出来 西律王见自己被博士愚弄 大为恼怒 便照着博士所说的时间推算 下令把伯利恒一代 两岁以下的男孩杀光 这正应验了耶利米先知的预言 在拉玛 有痛哭哀嚎的声音 拉杰正在为儿女哀痛 不肯接受安慰 因为他们都死了 西律王死后 主的使者在梦中向约瑟显现 说 起来 带着孩子和他母亲回以色列去吧 因为要杀害孩子的人已经死了 约瑟就起来 带着孩子和他母亲返回以色列地 但约瑟听闻西律的儿子 亚基老继承王位 就不敢回犹太地 这时他在梦中得到上帝的指示 便改道去加利利 定居在纳萨勒 这又应验了先知的话 他要被称为 纳萨勒人 耶稣渐渐渐长大 身心强健 充满智慧 上帝的恩典 与他同在 约瑟和玛利亚 每年都上耶路撒冷去过逾越节 耶稣十二岁那年 跟着父母一起照例去过节 节期完了 约瑟和玛利亚便启程回家 他们并不知道 少年耶稣仍然留在耶路撒冷 还以为他跟在同行的人中间 他们走了一天的路后 才开始在亲戚朋友中找他 却没找着 只好回到耶路撒冷 三天后 他们才在圣殿里找到耶稣 当时他正和教师们坐在一起 一边听一边问问题 他的知识和对答 令听见的人感到惊奇 约瑟和玛利亚看见耶稣在那里 大为惊讶 玛利亚对他说 儿啊 你为什么这样对我们呢 你父亲和我 急得到处找你 耶稣对他们说 你们为什么找我呢 难道你们不知道 我应该在我父家里吗 可他们不明白 他在讲什么 于是耶稣跟着父母回到纳萨勒镇 他一直很孝顺他们 玛利亚把这一切事牢记在心里 耶稣的智慧与日俱增 身量不断长大 上帝和人们对他越来越喜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